1983年,香港的时局发生动荡,地产界和金融界进入寒冬,房地产价格大跌,杨寿成负债累累,宣布破产。 杨寿成在《自传蒸汽》里回忆说,自己那时除了一套西装,一副眼镜,一块手表,就身无分文了,陈伯指点他,让他往西边去。 一句话,拯救了杨寿成。他一眼去科威特炒外汇,大发横财。 没几年,他还清了3.2亿港币的债务,东山再起。 陈伯,他,真的有未不先知的神通吗?民间流传着一句话,穷算命,富烧香。 这句话,好像在汉文化圈里都适用,越是有钱人,越是迷信风水。 风水术早前被批判为封建迷信思想,但在广东,香港那一带,风水学说在民间仍然根深蒂固,是一种亚文化现象。 香港有很多著名的风水师,最有名气的还属陈伯。 陈伯原名陈朗,1933年出生于广东,祖籍在四川,他家是三英世家。 1943年,有个道长见了陈朗,认为他骨骼惊奇,是学习辟邪命谱的不二人选,征得他的父母同意后,收他为关门弟子。 陈朗跟着师父在青城山修道,把一本辟邪命谱,背得滚瓜烂熟。 朴新奢偶然见到他,和他说起话来,极为投缘,就把自己全身的本领,琴棋书画是酒花,青囊已寿。 1949年,陈伯移居香港,凭着朴新奢的入室弟子这块金字招牌,很快就在香港站稳了脚跟。 他精通项面和风水之术,在香港很吃得开。 香港的建筑物开工前,会找风水师开育一下。 汇丰银行总部大楼,香港证交所大楼,在电机前,都请陈伯开语过。 那时,李嘉诚还岌岌无名。 在一场酒局上,有一个陌生人主动和他搭讪,说, 李先生是个天生,有福之人,额头犹如一口参坛,富贵无边啊。 李嘉诚听了,打了个哈哈,对这个阿谀奉承之徒来了兴趣。 他就这样认识了陈伯。陈伯问他,这辈子想赚多少钱? 李嘉诚说,自己如果能赚到三千万港币,就心满意足了。 陈伯为李嘉诚看过面相,对他说,别人的财库是空的,顶多是盗卖铺平裤顶。 你命里的财库是会满出来的,将来必定成为香港首富。 之后,李嘉诚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,意大利一家生产塑胶花的工厂,产品供不应求。 他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商机,特意去请教陈伯。 陈伯让他大胆去做。 不出几年,李嘉诚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,赚到了第一桶金。 李嘉诚对陈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 他发达以后,起造半山别墅,也是先请陈伯看了风水,才动工。 陈伯,恐怕是香港项面师里,最会忽悠,最会结交富豪权贵的那个。 李嘉诚对陈伯的忽悠深信不疑,请他当房地产顾问,聘为御用风水师。 李嘉诚的财富雪球越滚越大,成了香港首屈一指的大富翁。 他对陈伯依旧毕恭毕敬,陈伯因此名声大噪。 陈伯为李嘉诚断了死期,认为他至少能活到96岁2024年。 他建议李嘉诚,在死之前,把财产平均分配给两个儿子,免得他们像别人家那样,打征产官司。 印尼的第二任总统苏哈托,是个牛皮哄哄的人物。 1965年,他发动军事政变,把苏加洛总统赶下台,自己坐龙亭。 他对中国的玄学很感兴趣,听说香港的风水师陈伯料事如神,就托一个华人银行家,请陈伯到雅加达给他算命。 苏哈托下了死命令,陈伯不敢不从。 到了印尼,苏哈托以国宾里预知。 在总统府,苏哈托叫出三个子女,请陈伯点评他们的前程。 陈伯对他的大儿子,二女儿,说了一番恭维的话。 对苏哈托的第三子,他看了右看,转头对苏哈托说,这个小鬼是您的救命恩人。 苏哈托就纳闷了,这么的七八岁的小男孩,怎么会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呢? 陈伯见他沉吟不语,提示他说,贵公子出生以后,宫廷内有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故。 苏哈托一拍脑袋,想起来了,这个小儿子出生以后,曾经因为被冰块烫伤,住进医院。 苏哈托对他放心不下,亲自到医院看望。 在他离开总统府后,总统卫队的头发动军事政变,指挥叛兵包围了总统府,架起机枪,向总统办公室胡乱扫射。 苏哈托仍在医院,侥幸逃过一劫。 随后,他召集大批死忠之事,平息了叛乱。 有关这件事的新闻消息,被他封锁得严严实实,陈伯竟然倒破其中的秘心,铁口钢牙,让苏哈托对他佩服的五体投递。 陈伯第二次被请到雅加达,是因为苏哈托怀疑有一个手下不忠。 到底是哪个部下,他判断不出来。 陈伯到了雅加达,被关在一间密室里,密室的墙壁上有个小洞,可以观察到总统办公室的一举一动。 苏哈托轮流召见所有亲信,让陈伯一一过目。 最终,陈伯指出,其中有一位高级将领,他的额头上长了一个窗。 这种窗硬化以后,会变成龙脚,此人怀着反叛之心,不可不除。 苏哈托立即发布命令,对那个长了龙脚的将军罗之罪名,把他逮捕下狱,秘密处死。 1983年,杨寿成的生意蒸蒸日上,如日中天。 一个事业上顺风顺水利的人,是不屑去算命的,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神。 杨寿成有个朋友,姓林,知道陈伯的威名,在杨寿成的耳边吹嘘,陈伯是如何如何厉害。 杨寿成按捺不住好奇心,约陈伯在半岛酒店的茶楼见面。 落座之后,查过三巡,陈伯仔细打量了杨寿成一番,神情严肃地对他说, 杨先生,一年之内,你的事业必会有大挫折,会是一场灭顶之灾。 两人第一次见面,陈伯就说出这样的话,让杨寿成极为扫兴。 他认为,江湖术士都用这种套路,先是用一个可怕的灾祸吓唬主顾,然后说自己可以破解,无非想骗钱罢了。 陈伯,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骗子。 杨寿成见他说话不知轻重,拂袖而去。 陈伯追在他身后,弱弱地来了一句,杨先生,现在我说了你不信,你是个打不死的小强,必定有翻身的机会。 杨寿成听了他的逆耳之言,心生疑惑。 自己的地产,珠宝生意都搞得不错,家务事业处理得很好,他想不明白,陈伯为什么会说出那番鬼话。 一场风暴很快降临。 由于政局动荡,香港的地价、楼价比去年同期下跌40%到60%,变故发生前,杨寿成自信心爆棚,大量囤地。 他的资产急速贬值,资金链断裂,负债累累。 他名下的公司,所有资产被汇丰银行托管,他道歉银行3.2亿港币的债务。 清算完资产,汇丰银行的行长给他写了一封信,意思是说,奔驰车是成功人士的逮捕工具。 很抱歉,您不能再用奔驰代步。 杨寿成的奔驰车,被没收了。 此时此刻,杨寿成真正感受到,人生的大起大落。 他想起陈伯说过的那席话,悔不听老人言。 他想再见陈伯一面,请他指点迷津。 这次,陈伯对他说,遇到狂风恶浪,他命不该绝。 如果冷静沉着,奋力一搏,这场风波很快就会过去。 陈伯指点他说,往西边去。 杨寿成仔细琢磨陈伯的话,一眼去科威特炒外汇,用了三年时间还清债务,重整旗鼓,再占江湖。 杨寿成东山再起后,不肯再坐奔驰车,而是买了一辆劳斯莱斯,给这部车挂了9号车牌,花了1300万港币。 1985年,杨寿成到陈伯家做客,问起自己的姻缘。 陈伯让他在年内结婚,对事业会有很大注意。 杨寿成先后带了好几个女朋友,给陈伯过目。 陈伯见了都摇头。 杨寿成带陆小曼去时,陈伯不再摇头。 杨寿成就娶了他。 陈伯指点杨寿成,必须往南边去。 他的话说得很含糊,杨寿成不解,不知道他说的南边到底在哪里。 杨寿成选择去泰国,因为泰国那里的潮州人多,语言不是障碍。 1989年,杨寿成花1500万美元,买下曼谷的白兰酒店。 一年之后,他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,把白兰酒店卖给了一个印度人。 他从中净赚1000万美元。 陈伯从来没收过杨寿成的挂金,说如果收了他的钱,挂就不灵了。 他告诫杨寿成,有了钱,多帮人,多散财。 杨寿成花100万美金,买下一张越南赌牌。 他把赌牌藏在身上,约陈伯喝茶,问自己能不能经营赌场这种生意。 陈伯只是摇头。 杨寿成亮出越南赌牌,得意地在陈伯面前晃了晃。 陈伯大惊失色,苦劝杨寿成放弃赌场生意,不要干断子绝孙的事。 杨寿成不听劝,在越南诸事不顺,最后以200万美金的价格,把赌牌卖给了何鸿燊。 这桩生意勉强保本。 1993年,陈伯得了肺炎。 杨寿成想把这个财神爷,送到位于九龙太子道的一家法国医院就医。 他去陈伯家探望,陈伯竟然神秘地失踪了。 杨寿成心下着了慌,一打听才知道,陈伯被李嘉诚接走了,入住养合医院。 看来,李嘉诚对陈伯情深意切。 张子强是香港的,世纪贼王,滑溜得像一头黄扇。 在他还没发达前,找陈伯算命。 陈伯对他说,你的面相很清奇,可能会发大财,发横财。 但是,你发财之后,最好离开香港,向东面去,要记牢,我不是在开玩笑。 否则,你一定会被抓走的。 张子强绑架了李泽聚,从李嘉诚那里获得赎金10亿多港币。 有了钱,他花天酒地。 没钱了,绑架郭炳香。 犯案后,他忘记了陈伯对他说过的话,往北边去,结果被抓走,枪毙。 山不再高,有先则明。 印尼有个金光集团,老板叫黄毅聪,曾经是印尼首富。 在本世纪初,他的身家约有80亿美元。 他旗下的企业,生产清风牌纸巾。 有一天,他请神棍陈伯到家里吃饭,顺便请陈伯看一下子女们的面相。 陈伯随口说了几句阿谀奉承的话,突然对大小姐黄秀花说, 黄小姐,怎么没见到你丈夫的面?请她来一趟,我有要事相告。 黄秀花的丈夫叫赖文辉,不明所以,接电话后应约来到老丈人家。 赖文辉一表人才,风流倜傥。 陈伯仔细观察了她的印堂,说,赖先生,您得了案疾,而且病得不轻,明天还是去医院做个检查吧。 赖文辉心下犯嘀咕,自己还不到四十多岁,身体好端端的,吃妈妈香,哪来的案病? 在岳父岳母的督促下,她还是去医院做了一次例行检查。 这一查可不得了,她被查出了一线癌。 黄秀花这下是庙里长草,慌神了。 她问陈伯可有镀劫方法。 陈伯告诉她,得让赖文辉离开印尼国境,往西北方向去,至少六个月不能回国。 赖文辉以前在英国读过书,英国恰巧在印尼的西北方向。 黄秀华丢下手头的工作,陪赖文辉前往英国治病。 两个月后,赖文辉认为病情有所好转,抑制不住思乡的念头,回到印尼。 陈伯仁在香港,听说了此事,立刻打电话给她,劝她回英国。 赖文辉听了她的劝,赶紧坐飞机回英国,刚下飞机,就觉得头晕眼花,被送进医院。 可惜的是,为时已晚,她挂了。 2003年的春节,杨寿成在跑马第一家酒店,请陈伯吃午饭。 杨寿成认识的人不少,周正义的女朋友毛玉萍也在场。 毛玉萍和陈伯打了声招呼,说了一句,恭喜发财。 陈伯还了礼,对她说,自己想见周正义,认为她早晚会出事,让周正义亲自来见她。 毛玉萍对陈伯闻名已久,当下让周正义坐飞机到香港。 陈伯见了周正义,对她说,不久之后,你会有牢狱之灾。 周正义一听,怕了,问,可有什么破解的方法。 陈伯说,立即到成都,青城山谱照寺,在那里隐居,不问世事,至少待上半年。 周正义每天都得应酬,认为这样做不现时,就没照办。 几个月后,周正义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,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捕,被判刑16年。 陈伯越来越老,常生病,他的医药费,比加成全包了。 2003年11月29日,黄昏的邪阳,照在养和医院的一张病床上。 陈伯突然从病床上坐起,自己拔去氧气管,和家人谈笑风生。 陪传的家人抽空去了趟厕所,回来时发现,陈伯已经弃绝身亡。 他死的时候,是盘腿坐着死的。 他的儿子陈伯隆继承了他的衣钵,传承信武,是一座皮修雕像。 陈伯把皮修雕像用红布包好,摆放在大厅显眼的位置。 夜间,这座皮修会发出微弱的荧光。 香港的娱乐圈,有许多大咖,向陈伯请教过,比如,梁朝伟,吕良伟,谢霆锋。 陈伯料事如神。 陈伯的相面术,看起来神奇,其实说破不值钱。 相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骗术。 相面是会观察一个人的脸部表情,望闻问切,套出来求补者的信息。 比如,赖文辉那件事,一个人得了病,肯定会在面部有所反应。 平常人看不出来,对训练有素的陈伯来说,不在话下。 一线癌是绝症,到哪里都是个死。 陈伯说的话,就是在忽悠人。 历代风水名人,秦有青乌子,魏晋有管禄,郭仆,南齐有萧吉, 唐有杨军松,袁天刚,李淳风,张炯藏,宋有赖不一等。 有关风水的书籍,更是汉牛冲动,比如《易经》、《宅经》、《藏经》、《汉龙经》、《汉龙经》、《雪心腹》、《博山篇》、《水龙经》。 讲住宅风水的名作,有《八宅明镜》、《洋宅石书》,通通是封建糟粕。 陈伯在世上走了一遭,骗得高明,骗得不露生涩,滴水不漏,骗得李嘉诚,杨寿成之流团团转。 他死后,李、杨仍然是他为神。 能和他比肩的风水师,恐怕只有亡灵了。 陈伯不是一个不安世事的人,相反,他时刻关注着时事。 他是一个高人,知道世界大趋势,知道各行各业的兴衰轮转。 世界发生过什么,将会发生什么,他胸中了然。 他知道,金钱和美女只会往利润率高的行业集中,观察美女往哪个地方跑,这个行业就兴旺。 说他能断财运,是高估他了。 陈伯只有一条三寸不烂之蛇,外加一个聪明的脑袋。 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。 顺应了时代趋势的人,才能如鱼得水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